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 大家的目光都放在什么疫情啊 这个通货膨胀啊 最近几天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啊等等啊 但是昨天晚上在洛杉矶呢 举行了市长的候选人的辩论 五名现在这个民意调查最领先的候选人呢 参加了这个辩论 突然我们才发现 在我们身边还有一些事情是需要关心的 洛杉矶市也面临着许多的挑战 各种各样的挑战都有 那么为什么会要这个市长要选举呢 因为市长的任期马上就到了 那个埃尔格尔西里现在的这个市长呢 他有两个问题 第一是他两任的这个任期已经到了 他不管会不会去担任那个美国驻印度的大使 他的任期到12月份也就结束了 这是第一要选市长了 第二还有个问题是他有可能提前就离开了 也可能四五月份也可能六七月份 他就离开了 所以洛杉矶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是选市长 那这个选出来的市长是12月份在继任 担任新的任期开始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选市长之前 如果格尔塞蒂离开的话 那我们需要有一个临时的市长先过渡一下 这个担任过渡的市长 那这些事情呢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稍微的聊一下 洛杉矶重要吗 当然重要 这是一个国际都市 也是全美国第二大的城市 排在纽约的后面 这个城市啊 他很多的事情 不管是怎么处理 他都是有一种标杆的意义 很多其他的美国的城市呢 也都看着 其实其他有些什么芝加哥 什么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城市 所以他们常常呢 会出现在媒体上面 而这些城市的市长啊 很多也都是名人 后来他们可能还去追求 其他的一些的政治的野心啊 什么之类的 这些也是一个台阶吧 就提高自己在政治方面前途的 这么一个必经之路 有的时候啊 你如果能够征服这个城市的人民的话 你可能能征服更大的区域啊 等等这个里面 所以意义非常的重大 现在好玩的是呢 多少人等着选洛杉矶市长呢 我看都快30个了 对 这些人多如牛毛啊 在这个情况之下 所以我们就不一一的提了 有几个人值得提的 跟大家提一下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6月7号呢 洛杉矶市有一个初选 咱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在这个初选的过程当中 你是30个人也好 还是80个人也好 选市长 只要你符合资格 你的名字就会出现在选票上 但是其中有一个人 拿了51%的选票 其他那个80个人 70个人 拿了49% 那6月7号就定局了 对 那个拿1%那个人 你听着这个名字叫初选 但是他就获胜了 那就没了 就在11月就没了这个事啊 这就是先跟大家讲一下6月7号的意义 可是从种种的迹象表明 没这个人 除非你这个人的名字是林肯 对不对 你没可能拿51% 所以呢 没有一个人会有超过半数的选票 那么这个时候就出了一大堆 什么百分之二十几十八什么 对不对 这种的 那么我们就看 谁拿的最多 那头两个人 对吧 比如说有一个人拿17% 另外一个拿15% 剩下都11什么之类的 那就这个17和15这俩人呗 对不对 就这俩人呢 在11月8号的时候 最后的那个大选里面 从两个里面挑一个 顺便说一下呢 市长尽管他不是选总统 或者议员什么之类的 他也没有什么划分 什么选区什么之类的 但是他还是有党派的 也就是说 我们也知道 Eric Garcetti是个民主党人 我们也知道洛杉矶这个城市 比较自由 比较倾向民主党 共和党要选的话 可能有点困难 所以呢 这个话题就更值得了 因为有一些共和党人呢 他很巧妙 他要迎合民意 他采取了一些做法 还有一些干脆就直接叛党了 对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给大家综合的讲讲洛杉矶市长的前景 以及谁有可能胜出 对 这个有可能胜出的人呢 现在说实话不知道 我看今天的这个 有点难 对 今天的这个民调呢 是说如果要是选举今天发生的话 那么胜出的人叫做 Karen Bass 这个人呢是国会议员 他呢算是在民主党当中呢 算是一个 应该算是少壮派 因为他年纪 黑人女性 黑人女性并不大 年纪好像也不是特别大 但是从基层做起的 从社区工作开始做起 然后曾经是 当初那个拜登总统 要选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他不是锁定少数族裔的女性吗 对 这个Karen Bass呢 就在她的 这个短名单当中 所以呢 后来当然选的是 现在的那个贺锦丽了 但是呢 他在这个名单当中 说明他在民众党的这个内部呢 他是有一定的支持度 或者是知名度的 所以呢 现在是他领先 那么谁跟他来竞选 就是他即使是领先 他也没有拿不到51%的这个选票 这是基本上可以确定的 原因是在民调的过程当中 发现有40%的洛杉矶选民回答的时候说还没定呢 他们还不知道自己要选谁呢 所以显然他并不是第一理想的人选 那另外一个人呢 就浮出水面来了 这个人呢就是多年来 人们都说他可能选可能选 结果每次他都没选 但是在上个星期六 这个是市长选举登记的最后一天 截止日期 那这个人呢就等于是去参加登记了 这个呢就是洛杉矶的这个著名的投资家 同时房地产开发商吧 同时也是个亿万富翁 他叫做Rick Caruso 这个一听Caruso是个意大利 意大利移民这么一个名字 那么他为什么说是在洛杉矶小有名气呢 原因是他第一担任过洛杉矶市的这个警察委员会的 警政委员会的主席 这个不是一个民选的职务 这是一个市长任命的这么一个职务 同时呢他又担任过南加大的校董会的主席 所以呢是名人 同时呢他积极的在政治方面有自己的什么主张啊之类的 所以他各种各样的政治捐款很多 什么这个委员会捐一点 那个提案投票案捐一点 反正各种各样的东西都非常的多 积极的从政 所以就说人们一直说他有可能选市长 结果喊了半天一直没出来 但是星期六的时候呢他终于站出来说这次啊 他想要选了 一个有钱的亿万富翁 在一个多足一的城市里面 一个民主党倾向的城市里面 想杀出重围当市长 那么他就有精心的布局 我看了一下他这个布局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你知道吗 但是能不能获胜但没人知道 首先他做了一个动作 人家改了 人家改民主党了 在选民登记上面 你是共和党民主党独立无党派等等 你得打勾嘛 他巴的一下在民主党那上面打了个勾 他以前可是共和党人啊 对不对 曾经有一度是无党派 当然为了选市长 他在民主党上打了一个勾 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呢就是他研究了一下这个城市的问题 这个城市现在啊 我们洛杉矶市啊 不是县面临的很大的问题 其实县也有 首先就是经济不平等 穷的特别穷 富的特别富 这是一个叫做穷富贫富差距的问题 还有就是疫情的问题 咱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房屋的危机 以及这一次市长选举在民调上面排在非常靠前的 就是任何的民调都排在第一的那个问题 无家可贵 和接下来的排在第二的随之的犯罪的问题 所以他呢研究了这个以后 他借鉴了过去的一个共和党人 也是一般富翁 叫Richard Reardon 当时我记得我们华人给他翻译叫雷登 市长接替了就是他借鉴了他的经验 你知道雷登当时的时候正好是1992年洛杉矶大暴动之后 他一个共和党人一个亿万富翁一个白人一个男性 他就站出来高举言打犯罪的旗帜 然后当选而且做两届呢 对做的也不错啊就是他两届下来没有什么负面的太多的负面的评价 所以呢Carruso想我也是一般富翁 我也严打犯罪 我也提出一些方案解决现在洛杉矶这些问题 哎你别看这这么自由这么多西语义这么多黑人 这么多的民主党人说不定我有个机会 因为首先我改了党派 然后我再做这些 那么稍等一下我们再看看 1992年的洛杉矶和今天的洛杉矶还是一个洛杉矶吗 欢迎你去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是洛杉矶市市长的选举呢 已经拉开这个序幕了 这个上个星期六的时候呢该报名的都报名了 如果你还没报名的话 那这一届市长就没法参加了 因为他不可能再出现在这个选票上了 所以呢 现在基本上都知道了 那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最后一天报名 那个Rick Rocasso 叫Carruso 好了那现在的问题呢就是 他是一个亿万富翁 所以那天他宣布报名的时候 宣布要参赛的时候呢 就有人挤在他的那个记者会上都高呼口号 洛杉矶不需要一个亿万富翁 当市长等等啊 原因是在那个就是昨天就是市长的这些候选人参加辩论的时候 他不是没去吗 但是呢在后半部分呢很多人就把火力就集中在他的身上了 因为他不去也没法给自己辩护 那这些人趁机还不马上赶快攻击一下啊 有人就说了 就说是这个他是叫什么 做男家大的校董会的主席的时候 就发现了就出现了这个校医不是性侵那些女学生的事情吗 他对这个东西他对这些女生的保护不够不利 这是那这个没话说他正好是在他做校董会主席期间 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呢是说他是反对工会的啊 而洛杉矶是由工会建立起来的等等 反正基本上呢就集中在他的这个地方 另外这个卡如索呢他是支持要给不但不能削减经费 反而要给这个警察要增加经费要加派警察维持治安打击犯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昨天在那个辩论会上也是在台下好多人站起来呼 狂叫反对给警察增加经费 反对在街上多增加警察等等 所以你看实际上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还是有许多不同的理念和不同的这个观点相互争执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呢这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1992年的洛杉矶的人口的构成啊跟今天已经不一样了 今天啊洛杉矶市百分之四十九是西渔人啊 你想这本于这城市将近每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西渔人的居民 还有大量的黑人居住在这个地方 所以人口这个格局呢发生了改变 对而卡路索这个人呢如果大家对他熟的话就知道 他是玩购物中心的就是我们说的一个shopping mall 在很多地方有他著名的痕迹 包括我们这比较熟的是Glendale吧 那个Americana对不对 如果你去过他的购物中心的话 你会发现他有一个风格 他这个风格有点依旧 他好像有点怀念什么195几年6几年的那样的美国 迪斯尼市的美国 你看那个小火车啊 那个房子的那个样子啊 花园啊干干净净啊 他是追求这个东西 所以他以这种精神呢 他希望改变这个城市 但是呢有个麻烦的情况就是贫富差距呢 让他有点麻烦 因为他现在43亿的身价啊 对不对 他有这么高的身价 可是这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 多少无家可归的人呢 6万6千 我这吓死人啊 这个数字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同时呢 再加上犯罪 这个犯罪是这样的 90年代的时候啊 当雷登做市长的时候呢 他是猛打帮派 而且特别的有效 这个啊 跟Bretton啊 这是我们的警长 纽约的警长 对不对 还有之前的纽约市长 朱利亚尼啊 他们一样就是所谓什么零容忍啊 之类的 所以雷登呢 严打帮派啊 这个非常有效 因为什么 因为杀害啊 杀戮 在92年的杀戮啊 每一年是2000 这个杀戮就是不是自杀啊 对不对 就是因为犯罪导致死亡 而每一年平均死2000人这个当中呢 很多人是帮派之间的战斗啊 枪战什么的死的 当然也有无辜的人 现在是什么一个犯罪情况呢 现在的情况 不再是帮派那么流行 那么猖獗 而是打杂抢 偷是这种东西 大家都知道什么杂肤 张念玻璃啊 什么之类的 死多少人呢 现在去年是397 而这和那个2000可是下跌了很多啊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情况也不太一样 对 最近在洛杉矶也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嘛 这个 小平报里边的高档名牌店被抢 闪抢 那当时 那个 卡路索他站出来说话说 这就是削减警察经费造成的恶果啊 结果当然也有人站出来反对他的说法 然后那个抢火车的 那咱们都讲过啊 那个火车一下子把人家车厢撬了以后 里头东西拖出来全拿走了啊 所以这些东西呢 他认为说必须要遏制的 因为再加上无家可归 无家可归的治理啊 他不是仅仅仅仅仅把这些人安置在一个地方 因为他涉及到的有住房的问题 有犯罪的问题 有公共卫生的问题 有这个生活成本 这个环境什么 他是一个综合治理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所以呢 我都觉得只要是谁能把这个事情治理好了 我都赞成他当当市长 我觉得谁能治理这个谁能当市长 对我觉得绝对是大部分的市民现在对这个事情已经觉得是无法容忍了 因为你如果最近去过市中心 你如果去过这个市中心周边的一些地方一些街道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是多么的严重 而且多么的恶性 已经到了 确实是如果在那开商店 如果在那上下班 你都觉得那个环境已经甚至不太适合居住了 不过这个上下班的时候天黑了以后 产生的危险问题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老大男 好几任的市长都没有办法解决 那就看看这个谁下一任的市长有没有能力和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对为什么说这么一个亿万富翁也许有一小点机会呢 就是因为他看中了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之下呀 这个规律特别的清楚 就是每当一个地方犯罪率高的时候 都是对民主党不利的时候 这个规律是非常清楚的 现在又多了一个 我犯罪率还高 你还在喊薛洁警察经费 那你想想那就对民主党更不利 所以民主党要面对这个问题 这不反而就给了这么一个一般富翁 一个机会 他的什么机会 他就说首先严打犯罪率 扩招警察 先给我增加个一千 一千三 我先增加这些警察 那么当这个口号喊出来以后 就先来选民决定吧 对不对 有一个人说削减经费 有一个人说不但不削减 还有增加 那你选谁 咱们就最后有选票来决定 那咱们就最后有选票来决定 那咱们就不得了